烟台之旅第一站知富安广场 也是看了网上的攻略过来的 说这边拍照很好看 我们进里面去看一下 橘子海花园 还有一个风车 下面有一种假的麦穗 今天挺适合出来玩的 不错 今天一点都不冷 到里面去看一下 里面那边应该是可以看到大海的 这边是一个百年弘历渔市 卖鱼的 这边有一个比亚迪 汽车店 红地渔市 这里边跟菜市场一样 里面就是一个菜市场 卖鱼的 卖菜的 一股腥味不进去了 我不喜欢腥味 继续往海边走 这个造型很漂亮 远处又看见了 渤海轮渡 渤海轮渡 船 轮船 刚才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那个地方是烟台火车站 那个是烟台的大跃城 这个地方好像在维修 从那去看大海 这好像是在修一个战桥 还没有修好 等修好了 应该到明年夏天过来看不错 下面是石头 海水 非常蓝 这个海水是绿色的 那边好像是烟台山公园 那上面还有一个灯塔 等会儿到那个烟台山公园上去看一下 海边上还有很多好看的小房子 在大连的时候 因为不能骑自行车 所以我每天去的景点都很少 但是在烟台这边是有那个飞机动车道的 可以骑自行车 骑着自行车去玩就比较方便了 这个支付湾广场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就去那个天后行宫 自行车停在这路边 我还是挺放心的 这个地方就是烟台市的天后行宫 烟台市博物馆 这里边还是福建会馆 这个天后行宫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天后行宫又叫福建会馆 是福建人在烟台经商的时候 为了确保这个货物在海上 运输的比较安全顺利 就纪念妈祖修建的一个庙宇 周围种的全都是银杏树 这还有一棵榆树 这树竟然还都带叶子呢 跟东北真是太不一样了 东北那边树叶子全部掉光了 第二个景点天后行宫 就这样逛完了 这边路过烟台的新华书店 这边也是烟台的文化中心 前面那两栋高楼 下面那边是烟台的万达广场 对面就是今天要去的第三个景点 叫烟台的锁城里 之前在烟台也没来过这个地方 进去看一下 锁城记忆 这上面都是一些老照片 这边是一些清代的民居 领天将十元一杯 哇 这 顾得也太好 三층 所有的 cradle 因为费心 人形 如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去那个第四个景点朝阳街 现在是一路向北 对面就是朝阳街了 现在在这儿等个绿灯 等绿灯了就进到里面去看一下 自行车停在这个路边很放心 这边好像在维修 直接从这儿走进去 朝阳街入口的地方先有了一家华为店 卖冰淇淋的 这边建筑都是中西结合的 昨天我还说自己来过烟台呢 之前在烟台待了那么久 真是白来了 真是白来了 这种漂亮的地方都没来过 这个曼新酒店 看上面 好多熊猫 太好玩了 还有三只熊猫在空中呢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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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就是中书阁 这一次也是骑行路过这里 只能简单的逛一逛 这地方真是太好了 只能简单逛一逛了 这边还有卖马迪尔冰棍的 哈尔滨的特产都卖到烟台来了 哎呀 真是白来了 之前在烟台待了那么久 都没出来玩过 绝了 冬聚阁冬聚号 看这几个造型 哇太有意思了 就好像是一杯要洒出来的水一样 这个楼漂亮 这个楼青砖红砖 只用了青砖跟红砖 都建出来这种很别致的感觉 这小喷泉还在喷水呢 拍不完根本拍不完 太好看了 真是绝了 真是绝了这个地方 跟那个青砖特别像 前面应该是一片大海 前面什么都没有了 去前面看看 前面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能看见大海了 真是绝了 哇 没想到沿台是如此的漂亮呀 刚才自行车不应该停在哪 自行车停在哪 这边 等会儿走回去就有点远了 走这个斑马线 走过来之后 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了 这边好多人在这钓鱼 看看这海水 哇 海水还是这么的清澈呀 等会儿再往那边走 等会儿骑着自行车 这上面有一条马路 沿海的马路 等会儿骑着自行车 先去看那个烟台山 烟台山在那 烟台山上面还没参观 现在来到了烟台山 国家4A级景区 而且是近代建筑群 上去看看吧